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前兩天都是連續大漲 大漲兩天之後呢 今天震盪就開始加劇了 不過震盪加劇看起來目前都還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 找盤的時候指數是跌了100多點 然後就開始留下影線 目前在平盤之上小漲 不過今天這個盤 到尾盤可能會有一些些變化 就是因為今天是MSCI 它的季後調整 調整權重 那依照過去歷史裡面來看 好像最後一盤的時候 也都會爆大量 所以呢爆大量呢 通常會有一些壓力在 不過今天到底爆大量之後呢 指數是漲是跌 我也不知道 我是覺得說 不管它今天是漲或是跌 各位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它還是在這個反彈坡裡面嘛 對不對 你看 之前就有跟各位講過啦 破萬六之後我說這裡會反彈嘛 那這裡會維持一個區間嘛 全子股動的時候就多漲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不管它今天尾盤啊 MSCI全重調整 爆大量之後是怎麼動 反正就是在維持區間 好 可是重點是 這個盤現在到底要怎麼去做 到底能不能繼續談 因為昨天的美股呢 它是修飾啦 所以對國際股市這一塊 我們就暫時先不多琢磨啦 那但是呢我們就補充一下 因為我昨天跟他講過 這個盤 我認為接下來會震盪加劇 而且呢 這兩個禮拜 尤其到了下個禮拜六月份之後啊 因為六月中要除息 要升息兩碼嘛 對不對 所以呢反而越接近到六月中之前啊 你要預防這個盤會不會 先彈後壓 好 那這個重點我昨天都講過了 好 我今天就不重複了 先來補充一個東西就好了 因為美股最近的反彈是跟 一個是公佈PCE有關嘛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上一 就是前一個禮拜啦 聯組會公佈的會議紀錄有關啦 大家都認為什麼 第一個PCE是不是到底的問題 第二個呢 聯組會 他說六七月要升兩碼 大家認為說九月應該不會升了啦 好 那九月升不升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如果你從整個物價的走勢來看 昨天德國 歐洲有開盤了 德國公佈十月份的CPI 就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4.5% 他創下28年以來新高 就是二次大戰以來啊 他的物價指數創新高 有沒有 那我昨天有跟他講啊 那你到底這個物價是不是真的已經到底了 還是說還會繼續往上衝 市場是認為說啦 最近看到一些指數沒有在往上衝 認為他到底 可是德國還在衝高耶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研判 昨天有跟他講過喔 你現在 PCE指數 看起來好像沒有再衝高了嘛 是不是 可是我跟他講啊 你這個物價到底會不會繼續再衝高 關鍵點要看哪裡 昨天我就拿這張圖跟他講喔 我說紅色的是石油嘛 藍色的是物價嘛 對不對 你會發現到啊 整個物價的波動漲還是跌 跟油價是很大的關係啊 反正只要油價漲你物價一定都跑不掉嘛 是不是 所以咧 你看喔 這兩天要跟他講 你又注意一下油價 如果油價繼續衝 你跟我說什麼什麼通膨到底 我是覺得 再看吧 不太可能啦 所以咧 你看啊 昨天跟他講的說 油價他過緊線上去嘛 對不對 昨天美股修飾喔 北海布蘭特原油有開盤喔 還繼續再漲1.8% 好再漲1.8% 那他昨天收在121.6了 前面這個高點在1.23.7啦 就是說差2塊 差2塊呢 油價又要過前面這個高點 這過去就麻煩了 到時候油價還要挑戰 這波的高點啊 是不是 那如果說油價這個地方 他跌不下來又繼續往上衝 好那各位 剛剛我們說過啦 油價漲你物價就要漲啊 你物價在漲 你說是不是通膨到底了 我跟他講還有變數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以這個盤來看 在我們的規劃裡面 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台北股市是不是能夠有一個 明顯的終極反彈 我那時候有跟他說啊 你6月份還要升起兩碼 如果你6月就最後一次 那沒話講 這個盤可能利空就出盡了 但是你7月份還要再升兩碼 所以我說終極反彈的時間點啊 可能會落在 比較隨便7月份啊 那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我慢慢的在看盤勢的變化 再來跟大家去做解說 所以我們今天對於盤勢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可是重點來了 那台北股市有談啊 那現在關鍵點就是說 到底個股要怎麼去做 可能你會發現一個現象 台北股市連續大漲兩天嘛 今天也沒跌啊 是不是 好 那你看盤都有談起來喔 可是如果你從個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會發現到喔 怎麼搞的 談不起來 你看那融資都還有增加喔 跌下來融資都還有增加喔 這代表就是說 你台北股市談起來 可是呢 你去買錯股票 到現在為止你賺不到錢啊 還是賠錢啊 而且像這一類型的個股喔 不是一檔兩檔 你看 很多個股就這樣子啊 台北股市談起來 你個股談不起來啊 你看喔 很多個股就這樣嘛 台北股市談起來 你個股沒有什麼動啊 而且你融資買一堆人 到現在為止賺不到錢啊 更何況很多股票怎麼樣 盤在這裡嘛 有沒有 你看喔 很多股票就是盤在這裡嘛 很多股票就盤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到底要怎麼賺得到錢 好 各位 今天我的測標寫了 未來的盤市我認為是有機會 先彈後壓 因為靠近六月中的升息的時候 你說不會影響 我是覺得機率不大啦 為什麼 因為 不是最後一次啊 更何況你這次的六月份 還要考慮到 縮表的問題嘛 但是問題是這個盤它的反彈 跌很深的嘛 反彈是正常的啊 可是這個盤我就跟他講啊 你就先從短度來看啊 可是一堆股票談不起來 那你的操作重點要放在哪裡 我覺得另外一句話應該不難 不難理解啦 選股決勝負 可是你現在怎麼選 就是說你的股票要談得起來 而不是說啊 股票談不起來買一堆沒有用啊 那當然你會想說 老實在用講得比較快 那到底什麼樣的個股談得起來 好 那各位 我跟大家說過 多空我分得很清楚 該手不能做你就不要做 能夠做的我一定會帶你做 而且 我要讓你富貴穩中求 那怎麼富貴穩中求呢 那當然啊 你要去掌握這種能夠 彈得起來的股票 一定有他的特性在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去做教 然後呢 讓你的股票起來 你能夠很輕鬆的獲利 這就是我跟他講的 怎麼樣能夠富貴穩中求嘛 彈不起來講半天都沒有用啊 啊 漲得起來你才有機會賺嘛 對吧 好 那到底怎麼樣 才能夠找到這樣的個股 我昨天已經跟你講過了 這樣子啊 我們從VCR裡面來印證啊 到底什麼樣的個股 在這個盤式反彈的時候 你不是去做那種 彈不起來的股票 而且你的股票啊 能夠比 能夠比盤 或者是比其他的個股 衝得更快 那看完VCR之後 我們再來印證 我們這樣帶會員的方式 是不是你要的 好不好 導播情報VCR 謝謝 今天我們的會員 有去買一檔個股 這一檔個股 你資金小的 我們叫你去買這一檔 因為有些個股呢 它股價的底部 它開始慢慢出現 有沒有 就像什麼 當初去買利基電一樣 股價開始慢慢打出來 當你底部打出來之後呢 股價能夠突破盤局 它就會先上去 所以這類型的個股呢 在今天啊 它的股價已經經過了 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在走打底 那你會發現啊 融資都在減 這代表說 籌碼已經洗乾淨了啦 當你籌碼洗乾淨之後 股價又開始呢 去突破盤整局 這代表說它的短多 它會開始出現浮現 所以呢 今天你資金小的會員呢 我們去買這一檔 我們去買這一檔 那今天買完之後呢 它也開始慢慢往生動 那我預計啦 這兩天呢 台北股市還有反彈空間的時候 這一類型的個股 它反彈 它短多的走勢 它會先走出來 好 什麼樣的股票會先走出來 我們來仔細看 我們剛剛說過了嘛 台北股市有彈喔 而且它還脫離 這一段的平台區喔 是不是 可是呢 我們這樣回頭來看啊 很多股票漲不起來啊 你看喔 很多股票就是維持在這裡嘛 一堆啊 很多股票就維持在這裡嘛 對不對 那你去買到那樣的個股 你就吊在裡面啊 你就賺不到錢啊 所以我跟他講啊 今天我們富貴穩中求 今天的重點 我們要去抓什麼 你能夠做叫買低點 然後呢 股價要漲得起來啊 是不是 那怎麼做 我們來仔細來看啊 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我就跟他講啊 我現在幫你抓的股票 第一個底部要打出來嘛 是不是 你底部打出來了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最起碼 當它一動起來的時候呢 它短多就出現了嘛 是不是 好再來 籌碼要穩定嘛 你不能說啊 前面一堆人在套牢 啊然後呢 談不談 一談起來就人家賣 一談起來就人家賣 所以我昨天你跟他講啊 像這一類型的個股 我就說 你看那個融資 都已經都已經該殺的 都殺的差不多了啦 所以我說 粗量短多 訊號已經開始浮現了 好那各位 這樣的個股是哪一檔 我們直接來看 好到現在為止 一堆股還漲不起來啊 你跟了其他老師做 買一堆買一堆 買到現在為止呢 奇怪怎麼搞的都沒賺 可是你跟我做呢 你看喔 昨天我就跟各位講這一檔嘛 這是哪一檔 2340的台亞 有沒有很清楚啦 好那各位仔細看 會員怎麼做 我現在跟你講的股票 我說我不是那種啊 拿那個每天漲的股票 來跟你說的老師 我是會員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啦 所以咧 昨天我們的會員 10點06分 我說2340台亞 448到449附近可以買進 差不多附近啊 很好買啊 昨天買完之後呢 他收高 但是呢 還沒有讓你看到他走攻擊嘛 對不對 但是我說嘛 有低點我們先買 對不對 不用追啊 不要說阿美是一定要漲上去之後 後面呢 再來趕快去追他 沒有意義啊 好所以咧 昨天我們就先買 買完之後 這是今天的台呀 他說沒有 我是要你坐教還抬教 你想一下喔 昨天我在跟你預告的股票 我說嘛 股價還在低檔 我會帶你去嘛 我從不讓我們的會員去追高了 因為我讓我們會員坐教 所以呢昨天還沒有在大洞之前呢 我們有低點我們就先買嘛 結果買完之後咧 今天工廠停了 是不是 股價有沒有衝出來 朋友們你看 股價有沒有衝出來 昨天買的啊 昨天買完之後呢尾盤收高啊 結果呢今天一攻紅棒呢 開始往上衝 有沒有 所以呢光是你這樣的一個操作 10%以上跑不掉 有沒有很清楚 你看到現在為止啊 我就跟大家講過啊 很多股票到現在為止 彈不起來啊 一堆股票是這樣子啊 如果說你這波的走勢裡面 你買了一堆股票 買到現在為止都衝不起來 可是你台北股市有動啊 你不能說啊股票不動 那不動你買它幹嘛 沒有意義嘛 而且不是叫你買多啊 所以我昨天就跟他講啊 有些那種低檔的形態的股票 還在低檔 那還在低檔的時候呢 我們就先佈局嘛 是不是 佈局完之後呢 今天又賺錢啊 有沒有 結果呢 讓你看到什麼 再往上攻 有沒有 像這樣的操作 有多少檔 我每一檔都是這麼做啦 我們來仔細看啊 這一波整個台北股市 有讓你看到出現反彈嘛 對不對 台股之前高點 我都叫你不要亂買 我說操作股票一定有工有手 不是每天叫你買 每天叫你買 每天叫你買 買到現在為止買一堆啊 股票都上不去 可是呢 你跟我們做呢 這一波的反彈 之前我們就有先做過聯電嘛 是不是也低檔買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我拉高我有賣啊 這一波的反彈 我第一檔買嘛 那時候買立基電嘛 結果呢 衝高之後呢 我也有賣啊 是不是 這波的反彈 當時我有做良為嘛 第一檔買 我拉高也賣嘛 是不是 賣掉之後呢 有第一檔 我再去換哪一檔 換台亞嘛 結果讓你看到啊 今天工廠停了 你看啊 今天這個牌 指數從 跌到彈起來 今天漲停板的加速才幾家 上市家 上櫃才五家啦 啊你不是要漲停嗎 那我問你啊 我沒有叫你追漲停喔 都不可以仔細看喔 今天漲停板 我沒有做動作 不用做啊 因為昨天已經買了啊 是不是 什麼叫做買完之後 會工漲停的股票 就是這樣子做啦 不是每天叫你去追啦 而且你今天看我的節目到現在 我給你看的都是買進的抗訊啊 會員怎麼做 我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啊 今天我不是說啊 因為抬壓漲停 然後我拿一個抗訊給你看 公賀會員 抬壓漲停板 沒有啊 發那個抗訊幹嘛 既然你要去公賀漲停板 我直接給你看買一點就知道啦 會員真的買了嘛 買完之後呢 是不是就往上公 可不可以我跟他講喔 我在這個市場 差不多已經快30年 當老師真的快30年 你跟我久一點喔 你從來沒有看到說什麼 啊漲停 不要漲停板 我在那邊公賀漲停板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早就麻痺了 那漲停板我早就麻痺了 做了30幾年 不知道已經數不清有多少 股票漲停板了 我今天看好的股票 它漲停 我覺得是正常的啊 那通常漲停板 我通常只會跟會員講說 漲停續爆 要不然就是 漲停要不要稍微調一下而已 你從來不會看到什麼 什麼公賀什麼漲停板啊 又不是新老師 哇 漲停板好高興喔 哇 股票終於漲停板 做了30幾年那真的麻痺啊 如果今天我看好的股票沒有動 我才會煩惱啊 漲停板是很正常的 而且你看 這種低檔買完往上供的股票 之前也跟他講過啦 很多股票低檔買完往上供嘛 你看這些多少都漲停板 全部都低檔買完往上供嘛 有沒有 全部都低檔買完往上供嘛 一堆股票低檔買完往上供嘛 多少只漲停板 所以我跟他講啊 那個跟你講說什麼 公賀會員漲停板 不好意思啊 那個麥克風 那個什麼公賀會員漲停板 從來沒有拿買信給你看的 那都騙人的啦 所以咧 今天我們的股票 你看嘛 是不是供上來了 對不對 好 那重點來了 你會說老師你運氣好 沒有啦 我們做法都這樣啦 那接下來能夠從低檔 然後呢 往上供 脫離盤決股票在哪裡 我們再從VCR裡面來應徵 好不好 導播請播下一段VCR 謝謝 接下來的個股在哪裡 各位 我接你啦 下一檔個股 你這一兩天你趕快把握住 因為我認為 這兩天這檔個股就要往上供了 為什麼 他四月份的營收 創一年半以來的新高 他也是台積電本身的供應商嘛 他產品跨足5G車聯網 低軌道衛星什麼元宇宙 那這檔個股呢 目前的股價 大致上就在這個月線位置區啊 這邊走區間 但是今天已經開始慢慢 來到月線上面了 比如說這裡稍微補個量 他要開始出現起漲訊號出現 所以有些個股 我們都在低檔的時候呢 我是建議你啊 你先把你成本壓低 這個盤的做法就是這麼做 而不是說啊 看到指數漲起來了 哇我趕快去找股票 看什麼股票最強 趕快去追 區間盤不可以這麼做 好 接下來能夠像這樣子 低檔買完之後 往上供的股票在哪裡 我跟你講喔 你的股票供不起來 什麼都沒有用 真的啊 買再多也沒有用啊 當你買多之後 股票都供不起來 一堆老師之後呢 他講的股票呢 你都會沒有 為什麼 因為會員就買滿啊 不敢再買啊 所以呢 常常會去拿那個 漲的股票來跟你講 結果呢 講半天你都沒有 好可是各位 會員怎麼做 在節目裡面怎麼跟你說了 今天我們的股票 已經讓你看到公上來 再來咧 接下來股票在哪裡 我們再仔細來看 剛在VCR裡面 你看到的是這一檔 我說 4月營收已經創 一年半的新高嘛 台積電供應商啊 跨足5G車聯網 低軌道衛星圓宇宙 那這檔個股會怎麼走 我說嘛 他還沒有站上月線嘛 沒站上月線 我說他慢慢回到月線之後呢 他會開始往上漲 對不對 好那各位 同樣的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個股 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帶你佈局 那到底漲不漲得起來 好不好 你看喔 這是6568的宏觀 剛你看到VCR是5月17號嘛 那我說他會先站上月線 你看喔 5月19號我還跟你講 站上月線 5月20號我還跟你講 接下來準備要過景線 有沒有 好那各位 今天有沒有創新高啊 有沒有 各位你回頭來看啊 會員怎麼買 當時有低點155附近我們就買了 反正你低檔佈局嘛 你籌碼穩定的股票 你有基本面的股票 不用追啊 反正你就穩穩的現在低檔佈局 結果你看喔 你看 差一點快攻場停了 有沒有 今天股價是不是有突破前高 已經慢慢上來了嘛 我們在這裡買的嘛 結果已經上來了 你資金小一點的會員 昨天叫你去買的 台亞嘛 買完之後呢 今天也攻漲停了 那我問各位嘛 這個盤 你要怎麼做才能夠賺得到錢 我跟你講喔 現在這個盤市喔 最麻煩的就是什麼 就是說 盤市是大跌之後呢 出現反彈了 如果說今天跌的時候 你逃不掉 漲的時候你又賺不到 要不然漲的時候呢 一堆老師拿的股票 你都沒有 要不然就是 每天就看什麼股票漲停板 就跟你講說 你看公共股票什麼漲停板 從來沒有買的訊息 沒有意義啊 那都用騙的啊 你參加內業會員你賺不到啊 但是你今天跟著我們操作 我就說嘛 台北股是該攻該守 我們都分得很清楚 今天我們叫你買的股票 低檔買完之後 今天往上攻啊 今天工廠停了嘛 你又不用追 之前低檔買的股票 今天也衝上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這波反彈呢 我們之前去抓的聯電嘛 低檔買我拉高有賣啊 之前低檔買的利基電嘛 拉高我也賣啊 後面我們再來換股啊 所以當這個盤在走短多的時候 我跟他講 你持股不用太多啦 買那麼多又不會賺有什麼意義 很多時候一檔兩檔 一檔兩檔這樣子去面對這個短多 然後呢賺了之後呢 我們就把資金收回來 我們就去抓下一波的一個機會 接下來下一波的機會在哪裡 各位我昨天有跟各位講一檔股票 我說過這檔股票我把它放大 他現在還是維持區間嘛 還沒有過景限嘛 那我昨天怎麼跟他講 我說如果你從他的基本面來看 他四月營收是創今年新高喔 接下來公佈五月份的營收嘛 五月份跟六月份的營收之前極其低啊 所以當他公佈五月份的營收的時候 他的營收會繼續成長 所以呢這檔個股呢 他是屬於六月的攻擊股 所以呢很多個股還在低檔的時候 你要好好把握到時候呢 他要準備衝出來 那我意思啊所以不用去追 OK好所以呢 這是我們的操作模式啊 這種盤在正常盤局裡面最擔心就是 買一堆股票都不會動 那就不要買了嘛 幹嘛浪費那個資金 所以呢我們的個股是有規劃 我們穩穩當當的賺 那不知道你們認同 我跟大家說過 認同我們的跟著一起來 58伏務到年底 今天最後一天喔 今天最後一天喔 好好把握最後一天 最好的優惠 廣告之後打電話進來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兒回來 運搭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月底截止盡情把握 輸過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搭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球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月底截止盡情把握 輸過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還在反彈的格局當中 但是我說 接近6月中壓預防 會不會先躺後壓 那這個時間點是全股決勝負 昨天買進了台亞 今天開始工程庭 我們昨天就買了 之前第一檔買進的宏觀 今天也創新高嘛 很多股票漲不起來 我們的股票都往上攻 接下來6月份 要漲的股票在這裡 趕快好好把握住 我們不是選一堆股票讓你去拆 我們是穩穩蕩蕩的做 但是今天這個方案 我們今天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58服務到年底最後一天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好好把握 這個對你最優惠的方案 好不好 廣告之後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